三国到了后期,已经进入人才凋零的时代,而蜀汉也进入了清皇不揭的阶段,彼时的蜀汉能拿得出手的年轻武将只有关心,张包两人。 至于姜维本来是属于曹魏的武将,若不是诸葛亮设计降服姜维,恐怕蜀汉的后期会将进入武将可用的局面,而蜀汉这时出名的武将还有赵云、魏妍,但此时的赵云已经老迈,不能再指望赵云什么了。 而魏妍是当时可以说是蜀汉唯一成名的战将,在诸葛亮第二次北伐之时,曹魏的一名战将连斩蜀汉的两名大将,令诸葛亮非常的大惊失色,最终却被魏妍一招秒杀,那么这个曹魏的武将是谁?魏妍又如何将其一招秒杀呢?大家好,欢迎订阅巧看史记! 公元234年,春寒廖鞘,洛阳皇宫内,曹魏皇帝曹瑞正在焦急的夺步,近日,细作传来消息,蜀汉丞相诸葛亮正在暗中筹划第二次北伐,第一次北伐的阴霾尚未散去,曹瑞心中不免忐忑,这次北伐若是成功,曹魏的统治将受到严重威胁,中原大帝恐将再次陷入战火纷飞之中, 就在此时,大将军曹真匆匆入宫,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推荐,陛下,陈有一梁将可堪大任,可谓前锋阻挡属军,此人名叫王霜,身高九尺,力能刚顶,膳使六十斤大刀,勇猛无比,陈曾亲眼目睹其在演武场上以一敌石,所向披靡,实乃难得的将才,曹瑞闻言,眼前一亮,他急切地询问道,此人何在,速速宣来,曹瑞心想,若真有如此猛将, 或许能够扭转局势,挫败蜀军的锐气,不多时,一位身材魁梧的大汉,大不留心走入殿中,他身高九尺,体格健硕,浓眉大眼,一副勇武之相,他的步伐沉稳有力,眼神如鹰笋般锐利,一看就知是酒精沙场的勇士,曹瑞见状,不由暗自点头,陈王霜,拜见陛下,王霜声如红中,抱拳下拜,他的声音中,透着一股不畏强权的豪气,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信赖, 他,曹瑞上下打量着王霜,越看越是满意,他沉吟片刻,道,震惊封你为虎威将军,赐予上等铠甲,你可愿为国效力,阻挡蜀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你可要三思而后行,王霜闻言,热血沸腾,当即跪地叩首,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陈愿为陛下,为大卫江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光辉未来,就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一朝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一场改变三国格局的大戏即将拉开帷幕,春去下来,诸葛亮果然如草味所料, 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大军浩浩荡荡,直指陈仓,沿途烽火连天,百姓惶恐,无不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而担忧,陈仓作为北上的咽喉要地,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陈仓成下,喊沙声震天,蜀军将领谢雄率军猛攻,却久攻不下,原来,曹真早有准备,暗中加固了城防,城墙上剑如雨下,守军奋勇抵抗,一时间竟让蜀军难以寸进, 就在此时,王霜率军赶到,与蜀军展开激战,他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多,但各个精锐,战斗力惊人,杀,王霜一声大喝,挥舞着六十斤重的大刀,如入无人之境,他身先士卒,所向披靡,一刀便将谢雄劈于马下,谢雄临死前瞪大了眼睛,似乎难以相信自己会败得如此之快,王霜的勇猛,让周围的蜀军将士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蜀军将士健壮, 无不骇然,一时间,军心大乱,纷纷后撤,有人惊呼,这是什么怪物,王霜见状,哈哈大笑,莫走,看我王霜取你们狗命,说罢,率军追击,他的军队如狼似虎,杀得蜀军溃不成军,失衡遍野,眼见王霜穷追不舍,蜀将攻起,不得不回身迎战,然而,他哪里是王霜的对手? 不到时何,便被王霜击败,攻起狼狈逃窜,险些丧命,这一战,王霜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彻底打乱了蜀军的部署,远在大营的诸葛亮闻讯,不禁皱眉,他喃喃自语道,没想到曹魏竟还有如此猛将,看来此战不易啊,诸葛亮开始重新审视这场战役,意识到,事情远比预想得要复杂得多, 诸葛亮深知王霜的威胁,当即派遣廖化,王霜,张义三元大将前去迎战,这三人都是蜀汉的精锐之师,各有所长,廖化智谋过人,王霜骁勇善战,张义则是谋勇双全,诸葛亮希望三人合力,能够制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劲敌,三人来到战场,与王霜展开激烈厮杀,战鼓声震天,喊杀声不绝于耳,周围的士兵都停下了厮杀, 丙夕观看这场巅峰对决,刀光剑影中,王霜丝毫不落下风,他力大无穷,招势灵力,三名鼠将竟一时难以取胜,王霜的大刀挥舞如风,每一击都携带着开山烈石的力量,要化,王霜,张义虽然武艺高强,但面对王霜的狂猛攻势,也只能勉强招架,激战良久,王霜忽然灵机一动,假意败退,他心想,这三人配合默契,硬拼恐怕讨不到好处, 不如使些计谋,于是,他佯装力竭,连连后退,张义见状,不假思索地追了上去,他心中暗喜,以为终于找到了战机,王平心声警照,大喊,张将军小心,可惜为时已晚,张义已经冲到了王霜身前,举剑就要砍下,只见王霜突然回身,手中流星锤呼啸而出,直取张义面门。 这一击快若闪电,势大力尘,若是击中,张义必死无疑,千军一发之计,要化和王平合力将张义拉回,这才躲过一劫,张义惊出一身冷汗,后怕不已,三人不敢再战,只得退回大营,诸葛亮听闻此事,不由感叹,此王霜,当真是远唬,他的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 这个突然出现的王霜,已经成了北伐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然而,诸葛亮又何尝是等闲之辈,他眼中闪过一丝金光,难难道,游勇无谋,终究难成大事,诸葛亮开始构思一个周密的计划,准备给这个骁勇善战的王霜一个难忘的教训,诸葛亮深知,要想北伐成功,必须除掉王霜这个拦路虎,他私存良久,终于想出一计,这个计策,既利用了王霜的勇猛,又抓住了, 他冲动的性格弱点,可谓是巧妙至极,魏妍,诸葛亮换来爱将魏妍,低声吩咐一番,魏妍听罢,会议地点了点头,魏妍虽然与诸葛亮有些嫌隙,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选择了服从,次日,魏妍率军出战,与王霜厮杀一番后,忽然撤退,洋装回营班救兵,王霜见状,果然上当,率军追击,他心中暗喜,这魏妍也不过如此,看我这次活捉了他, 立下大功,一追一逃,眼看已出二十里,魏妍突然加速,王霜正欲紧追,呼听身后转令兵高呼,将军不好了 蜀军偷袭陈仓,速速回营,这声音像一盆冷水,浇在了王霜的头上,王霜闻言,猛然惊醒,他想起曹真,曹瑞的叮嘱,心中懊悔不已,他急忙调转马头,准备回营,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中计了,可惜为时已晚,然而,诸葛亮起会给他这个机会,只见山坡后突然杀出一标人马 正是魏妍的伏兵,王霜父被受敌,终究难逃一死,惨死于魏妍刀下,临死前,他终于明白了诸葛亮的用意,不禁苦笑,原来自己终究还是太过鲁莽了 就这样,曹瑞的一员猛将,在诸葛亮的巧妙算计下,成为了北伐路上的又一枚棋子 这一战,不仅除掉了王霜这个劲敌,更是极大的提振了蜀军士气,然而,诸葛亮并没有沾沾自喜 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王霜之死,让诸葛亮暂时松了一口气 然而,他心中却难以轻松,回首往事,蜀汉的处境愈发艰难 诸葛亮站在军帐前,望着远方的群山,陷入了沉思,过往的种种,如走马灯般,在脑海中闪现 自从关羽是荆州,被孙权所害,蜀汉就陷入了困境 这个打击对蜀汉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关羽不仅是蜀汉的顶梁柱,更是刘备的结义兄弟 他的死,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损失,更是对蜀汉军心的沉重打击,刘备悲愤交加 不顾诸葛亮劝阻,执意乏无,诸葛亮跪地相劝,却无法改变刘备的决心 结果大败而归,郁郁而终,诸葛亮每每想起这段往事,都不禁恶万叹息 若是当初能劝住刘备,或许局面就不会如此被动了 更雪上加霜的是,张飞也被部下所杀 昔日桃园结义的三兄弟,转眼间只剩下刘备一人 临终前,刘备将右主刘善托付给诸葛亮 希望他能辅佐蜀汉,刘备的话语犹在耳畔 孤命不久矣,均可辅佐我儿,务赴今日 诸葛亮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蜀汉偏安易于 地处偏远,无论是经济,人口,文化还是政治 都无法与东吴,曹魏相提并论 蜀地虽然物产丰富,但开发不足,人口稀少,与中原相比 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手工业,都相对落后 最令诸葛亮头痛的是人才匮乏 昔日的五虎上将,如今只剩下魏延一人 而魏延与诸葛亮之间的矛盾,又让局势更加复杂 魏延虽然骁勇善战,但性格倔强 常常与诸葛亮意见相左 诸葛亮虽然器重他的才能,却也不得不防备他的野心 诸葛亮常常独坐仗中,苦思良策 他明白,要想完成先主托付的大业 光靠军事进攻是远远不够的,蜀汉需要全方位的发展 需要完善的制度,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 他曾经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收效甚微 农业生产虽有提高,但远不足以支撑持久的战争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战争的阴霾始终笼罩着蜀汉 百姓疲惫不堪,朝中大臣各怀鬼胎 诸葛亮明白,要改变这一切,需要时间,需要智慧,更需要运气 ц第2位 з 陈 10 10 11